中国南海 珠江河口 中华白海豚自数万年前 就世代栖息于此 水量充沛的珠江分八个入海口 注入零丁羊 给这片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 再加上这里水温盐度适中 给很多鱼类提供了天然的产卵与繁育环境 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 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中华白海豚 不必像它们大洋之中的海豚亲戚那样 必须成群结队追捕鱼群 它们只需三五成组 就足以依靠河口区域的这些食物填饱肚子 中华白海豚在这里能获得充足的食物来源 也可以避开鲨鱼等大型掠食动物的猎捕 珠江入海口 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华白海豚最佳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这里也成为中国近海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最多的海域 中国最早发现中华白海豚的记录是在唐朝 在珠江口一带 中华白海豚最早被称为卢亭 这是传说中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 被认为是两广地区半家人的始祖 到了近代 许多本地渔民将中华白海豚又称作白记 中华白海豚成为了一种不祥的争战 中华白海豚便随之现身而已 如今 中华白海豚也能从渔民那里获得好处 当渔船工作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小伙伴 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大群的中华白海豚赶来 跟在渔船后面或者侧面 见识漏网之鱼 千百年来 中华白海豚与珠江口的渔民 比临而居 无论是作为祖先的图腾崇拜 还是暴风雨天气即将到来的不祥之兆 都印证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共生共处的岁月 中华白海豚作为河口近海海域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 处于所欺息地食物链的顶端 如果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中华白海豚的数量也会相对稳定 然而几十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中华白海豚的种群数量曾一度宾威 近几年来 由于国内保护力度的加大 以及对中华白海豚科研的不断深入 使得中华白海豚在中国近海的数量开始逐渐恢复 终有一天 我们一定能看到更多的中华白海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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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